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芒果TV自制成风2023这档综艺节目汇集了老台新秀明星、运动员、舞蹈艺术家等来自不同国家和职业的姐姐参加 开播后节目反响相当热烈,不少姐姐也透过这档浪解释实现翻红 虽然节目还在如火如荼的录制当中,还未迎来最终的成团业 但最近就有消息指,节目组将为这几位姐姐们准备好团宗了 相信有看浪解节目的观众都知道,在姐姐们迎来最终的成团业后,都会有团宗 当然除了第二集没有之外,第一集中成功出道的宁静、乱熙、孟佳、李斯丹妮、张玉琪、玉可为 黄灵七位姐姐也在浪解一的团宗姐姐的爱乐之城再次合体 而第三季一共有两个团宗,分别是旅行综艺星星的约定 常驻嘉宾有王心灵、钟心童、蔡卓妍、吴景妍、黄小磊 另一个则是音乐美食综艺乐队的海边 常驻嘉宾有郑秀妍、余文文、留恋、赵梦、张天爱、张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季的团宗非常有看点 节目组把姐姐们分成了两批 一批是由获得节目C位的王心灵带队 另一批是由拿下第二名的Jessica郑秀妍带队 节目播出后都获得不错的评价 最近就有知名娱乐博主爆料 关于愣解释的团宗正式确定 叫做中国有滋味 节目主打美食推理真人秀 由五位不同国籍、不同成长背景的姐姐组成的食客团 前往中国12个城市体验烟火气息和当地的美食 并且完成固定的推理对决 进一步的推广和宣传中国美食文化 要知道美食类综艺一路以来都能吸引观众的支持 毕竟有美食,又有漂亮好看的姐姐 完全就是最佳的下饭综艺 虽然现在还未明确公布究竟会有哪些姐姐参加 但从曝光的剪影和各自的标签内容来看 这一当团宗主打的是来自不同国籍的姐姐 火力食客指的就是趋仆之福 热情食客是吉娜 二次元食客这个不用猜 肯定就是美伊丽娅了 温柔食客是秋辞圈 而最后一个是酷盖食客就是安伯尔刘依允了 不得不说 这次的阵容简直豪华到爆 毕竟浪解释播出以来 来自国际的这几位姐姐可以说是相当受欢迎 其中 在出舞台凭借吉乐镜图幻性广大二次元群体的美伊丽娅 如今人气可说是断层第一 如果她能加冷的话 相信节目也能从中收获来自二次元粉丝的支持 另外 安伯尔刘依云作为的韩国二代女团FX成员之一 不仅唱跳实力强 而且她温柔又细心的性格也深受姐姐们和观众的喜爱 至于 来自越南的Triple之服更是凭借精彩的表演吸引到了观众们的注意 其认真又可爱的个性也超圈粉 另外 凭借回家的诱惑这部电视剧里饰演林品如一角为人熟知的邱慈炫 在节目中因其笨蛋美人的性格深受网友喜爱 虽然四公舞台结束后遗憾遭到淘汰 但毕竟国民度摆在那里 也让人相当期待她的表现 而吉娜这次透过节目也让大家看到她钢琴家以外的另一种身份 整体的舞台表现力来看 可谓是妥妥的女团风格 并且 还有一位姐姐担任东方美人的主持人角色 不少人都猜测是猪猪 要知道她是公认的东方第一美人 还连续七年登全球白美榜 除此意外 猪猪在节目当中的表现也同样受到认可 而且 本人也是主持人出身 不仅如此 举心每一期都还有其他姐姐担任飞行嘉宾的消息曝光后 也让网友相当期待这档节目的播出 毕竟本季的姐姐在镜头前的友谊也深深触动观众的心 若她们几人真的能合体的话 话题度和热度一定爆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